19032号张女士 57岁 沈阳人 李懿有住房 大家好 我是温柔吃水的小女人张芙蓉 我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女性 我不会唱歌 不会跳舞 但是我做饭特别好吃 有着一手好厨艺 我是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小女人 我会做饭 就是鸡鸭鱼肉都可以 谁要跟我在一起 你就有口福了 我也是一位宅女 在这没有亲戚和朋友 我现在每天就是在家收拾物质 早上出去走走步 我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位女性 这些年我一直在寻觅那个适合我的人 我相信她也在不远处等着我 爱的选择 我来了 我发现了 李嘉宾呢 您这生活当中没有闲着的时候 你看你干过多少事 跳鬼步 爬山 旅游 你这身上的关节没有一定是消停的是吧 人家对饮食 运动 生活都是有要求的 饮食也有要求呢 所以说咱里看看密室里边的男嘉宾有没有人能跟上你的节奏的 你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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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一号男嘉宾 二号男嘉宾 你好 你就不要吱声了 我跟你说小姐 你不用伤心 来 瑞莱姐 咱俩站上去 你问叔叔谁身材最好 还是那样的 一号男嘉宾 你好 你看看台上谁最瘦了 女嘉宾最瘦了 女嘉宾最瘦了 不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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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发谁都伤一批人的心啊 第二来 不是 我特别不甘心小姐给我个机会 一号叔叔 我再问你一下我们四位谁的身材最好 一号叔叔 女嘉宾 我不往前线了 气人 就刚才我们四个人往那里占谁最高 对 没干扰 我没干扰 我的天啊 好伤害我心 最后一轮男嘉宾他聪明了 瑞莱姐 你在刺激我 来吧 好了 一号男嘉宾你算上道了 来 二号男嘉宾你好 主持人你好 二号男嘉宾看过一号男嘉宾这个刑罚之后 是不是有点胆突的啊 是 有点胆突的 我问你两句呀 说吧 主持人 你对女嘉宾的印象如何 很好 很好 完了呢 不是 给我留着玩意儿的 长得也很漂亮 希望他关注我 就是从面相看 你觉得我和他谁更好说话一点 女嘉宾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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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二号男嘉宾你还让女嘉宾关注你一下 我已经关注你了啊 你小心点 记住你了 你说咋整啊 你嘉宾长得这么漂亮 平时消费生活什么样 保养 没有 从来没有特意的 就是说在这方面花钱 没有过 你别说别的 你就烫的这头发里多少钱 几十块钱呢 不好了我回家自己修 我的天哪 好省钱哪 这也是我自己修的 我要买这个衣服 不合适了 就是我回来觉得不是很合适 我都可以自己去改变 我说我的衣服能不能过家 你啥讲 帽子能给你改俩些点 可以啊 可以 行了二号男嘉宾 你看你上来马上就问人花多少钱 咋得怕花钱呢 为了他不怕花钱 但你先打听一下 心里有点底是不 对对对 有点负 如果真的牵手成功的话 你打算给对方花多少钱呢 就捣着 他就 这笔钱就负着他捣着自己 我卡都给他 不算花 卡给他随便说 都给他 都给他 你剩下的不投啥的 给我做个领带就行 是吗 别的也是 光捣着不吃了 好我跟你说 咱几家宾呢 也那可省钱了 根本不可能三千五都给你省没了 是不是啊 他日子还得过 我吃也吃好了 对呀